綜藝 綜藝 幻花彤 綜藝 綜藝 幻花彤 綜藝 幻花彤 我們在今天的節目 隨意介紹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介紹的是 我們的大帥哥江振 大家好 好 接下來介紹 帥哥王力宏 接下來介紹的是 帥妹 班美哥 接下來介紹的是 帥哥 台正香 好 今天四位 好啦 今天一開始我們還是 請四位跟我們一起來做健康操 是的 今天的健康操呢 很簡單 幫助的部分好像是手臂 消除手臂的疲勞 有時候我們寫東西啊 寫歌啊 手一直在那裡撐著 幫助你消除手臂的疲勞 是萊姬熊的健康操 來 這一位就是今天我們健康操的model 好帥氣的 第三個 一下什麼名字 可再贏 可再贏 做這個健康操是不是獎高的 別褲子了 流血嘛 流血嘛 來 現在先跪著 然後手腕內側要朝到前面 好 手腕朝內的 對 然後呢 身體向後拉 感覺到手臂的這個拉扯的時候 手臂已經被拉到後面了 好 持續20秒鐘再放鬆 持續20秒再放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千萬不要做到他自己沉重 好當然 這樣會造成肌肉拉伤 好 謝謝 好 20秒之後再回復這樣 回復 放鬆 主要是這個前臂 前臂 然後再反覆五次 差不多五次就已經很累了 好不好 謝謝李虎先生 謝謝你們的帥哥 好 好 他每個人跟才跟小姐來進行 雙膝跪地 往後拉 有拉 不要拉到自己沉重 20秒時間 持續20秒鐘 然後 I know you can I know you can I know you can Come on Shake buddy I know you can 然後20秒鐘 放鬆 好 放鬆 來 下一位兩位帥哥 一號 三次 Come on I know you can I know you can I know you can Go it Go it 謝謝 有感覺到手臂都拉開了 有喔 有 但是千萬不要做到 讓自己感痛 對對對 當時你的表情很舒服 好 20秒鐘之後呢 放鬆 放鬆 再重複做 再加可以反覆五次 差不多 好 再來 好 好 後拉 這樣做呢 可以這樣子 恢復肌肉的殘性 小朋友來 可以騎馬背 對喔 來玩喔 大家開隊 好 謝謝 好 謝謝 交除手臂疲勞之後 馬上要用到你們的手臂 對 馬上進行快夾高手 來 我們的助理小姐在哪裡 音樂的助理小姐 你們家是開瑜伽館的嗎 我還正柔道耶 好 來 好 誰要先來 你先來 王友先 來 王友加油 來 王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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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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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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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飛掉了 這是我的筷子的技巧太爛了 好 那再一次嗎 再一次 有潛力再一次 來 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好 王友厲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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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沒有關係 張正試試看 好不好 好 加油 來 加油 加油 快快追著他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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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差一點點 對 我會不會用兩隻啊 可以啊 你小時候是跳民族舞蹈對不對 太子了 哈哈 來 試試看 加油 希望在你身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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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好 也有機會帶隊 有隊員 對啊 馬上進行下一個階段 妞妞 妞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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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 這題我們的題目是 這邊有一首歌曲 趙傳的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小鳥 BUT 這一題呢 我們要請你用閩南語 用台語來演唱 對 然後呢 如果觀眾朋友覺得你唱得好 他們會用掌聲來鼓勵 對 用台語唱這三句啊 如果他們覺得唱不好 就是沒有人鼓掌 你就要拖三句 準備 好 預備 開始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小鳥 叫啦 叫啦 叫 然後呢 醬油 想要拖 想要拖 安裝拖 啊他拖不拐耶 要拖不拐耶 你跟他說的是真的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好不好 我看 他在唱 他在唱 你是不是教了 教了怎麼唱啊 我是一隻 水水水水水啊 叫啊 啊 想要拖 要安裝要拖 拖 哈囉 哈哈哈 好 在馬力嫚自己唱一次 開始 我是一隻 這裡 這裡 家 咋 要打 將 想手 給我 要鼓勵鼓勵啊 好啦好 我就是那些外國朋友啊 大合inton 掰掰 謝謝 還在想要開始趕看歲月的流逝 是嗎 免華已過 幾分 幾分 五十分 Oh my God 有信心了 你看 請看 V2 今天這位老公有告訴大家 這位神功提醒的出 那就是猛眼投籃 唉唷 近了 不得了 了不起 這位呢 這位也要有一個特別的表演 不如飛山後籃 今天 他們要以一球定勝負 猜猜看他們到底誰是籃球王子 什麼意思啊 是1號的小朋友 會偷偷偷偷的進去 還是2號的小朋友 會偷的進去 誰是灌籃高手 3秒鐘 隨便猜啊 請回答 2 2號的小朋友 可以偷的進去 答對了嗎 答對了 耶 耶 不會吧 每次二選一 大家都選到了 奇怪 但是這個2號小朋友 到底是怎麼投進去的呢 我 7號 喔 沒進 這麼矮都沒進 籃外空輸 哇 2號小朋友贏了 有耶 他哭 他哭了 他為什麼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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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感動的落淚了 是不是 太感動了 因為他一輩子 第一次打籃球就投進了 好啦 恭喜你們得到50分 太容易了 潘美辰 台振曉 加油 預備 Shake 耶 好 來 兩位男生請選題 50 20分 請你在3秒鐘之內回答 你現在參加單元叫什麼名字 扭 扭屁股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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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答對了 但是王力宏自己還在那 屁 屁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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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又得到20分 接下來還有一題 還有一題 加油一百 Shake 欺負老年人耶 怎麼可以這樣 聽選題 幾分 獅子 這裡有一個板子上面有三張嘴 請問 哪一個 是 嬌嬌的嘴巴 3秒 請回答 2號 他說2號 2號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 張信誠 我們來看一下 1號 1號是誰 1號是黃紫嬌 3號是裏斯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正常的臉書 是的 一模一樣的圖片 1號是誰 大家一看就知道的方式比較最帥 小一年 好 恭喜答錯 超過50分 超過50啦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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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次口太多 sorry sorry 沒關係 現在有機會要讓你們大平凡 這個題目就是跟吃飯有關係的題目 是啊 一般我們生病的時候去看醫生啊 如果有開藥有沒有 對 通常會有飯前吃跟飯後吃的藥 到底飯前多久吃或飯後多久吃是最正確的呢 到底這個內容要怎麼樣來讓大家選擇 我們有兩個參考答案 是的 起來看我們的各說各話 來 飯前飯後吃藥的正確時間到底是什麼呢 請看今天的各說各話 各位好 我就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頭 亂一通的 亂一琴博士 對 我是亂一琴博士 雖然 我的這一面 看起來像鸚鵡 這一面 看起來像恐龍 但是 我的確就是亂一一通的亂一琴博士 對 有人問我 正確的吃藥方式 到底是什麼時候吃 是吃飯前吃 還是吃飯後吃 我告訴你正確答案 都不是 是 正確答案是 吃飯的時候一起吃 對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人 配著湯吃藥嗎 因為吃飯的時候 我們藥一起吃進去的話 這個時候的腸胃活動頻繁 蠕動也快速 它能夠很快的把藥效 發揮到全身的經脈 這樣子 就能夠藥到病除 病除 我的意思是說 對 醬最快 但是醬沒有用 所以我要示範 正確的吃藥方式給你看 看到了 水 藥 我們首先要先把藥拿在手上 你知道拿手上的時候 不能握太緊 因為它會揉你手 不揉你口 先喝水 這樣沒有辦法講話 所以 水不能先喝 你知道 藥要先放進去 我要吃下去 再喝水 但是我藥已經吃下去了 我還要喝水幹什麼 所以也不需要 吃藥 最快的方式 我們從嘴巴 要讓它到肚子裡面 嗯 最快的方式 看我的 對 用電鍵最快 不要給我 快點 我把它放進去 這樣子最快 直接從肚子裡面最快 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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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便便 大家好 我就是便你千便也不厭倦的便便公主 但是呢 要注意喔 我說的是 變化萬千的便 不是你們想的那個便 好了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的呢 就是啊 常常啊 很多人生病的時候 要吃藥 對 但是呢 這個吃藥的時間 到底是要多久呢 是要飯前多久呢 還是要飯後多久呢 到底要多久呢 好難好難喔 但是呢 現在我就來告訴你啊 醫生說的 飯前吃藥喔 就是啊 要在你絕對是 肚子空空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的便 對啦 那飯後呢 就是要在你吃完東西之後的 一個小時之內 趁食物還在的時候 然後呢 這樣子 藥效才會發揮到 最大的效用 的便 好啦 希望大家都能夠 按照這樣正確的方式來吃藥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 變了 變了 變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為我一個 最喜歡的特別來賓 那就是 台正小的 標 對啦 我最喜歡 他又長得好帥氣喔 又長得好溫柔喔 所以我要變成一個 嗯 可以每天都陪在他身邊 啊 可以陪他一起睡覺的 然後 他都會跟我一起玩的 喔 喔 喔 有啦 我知道要變什麼啦 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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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哇 不會吧 我變成羊娃娃 原來台正小最喜歡的是洋娃娃 洋娃 洋娃娃每天陪她睡覺 她每天跟洋娃娃一起玩 不要 哎唷 娘娘腔 娘娘腔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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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跟洋娃娃睡覺 好啦我們有兩個答案啦 到底是哪一個正確呢 請你們自己考慮一下 預備 誰回答就搖快點 Shake it 居然想不到潘美辰最後一集 沒光反正 搖不及 你要不要吃樣 那你知道答案嗎 答案是什麼 請在三秒之內回答 哎 請想看 便便公主還是亂一請博叙 便便公主 便便公主答案是正確 好 飯前飯後的一小時 對 是不是這個答案呢 答對 真的 我們贏了嗎 你們贏了 你們贏了 其實一百分的耶 一百啊 好 我們來聽聽跟專家 告訴我們正確的醫學常識 是的 所以正確的飯前飯後服用的觀念是什麼呢 飯前服用藥品的觀念指的是 吃飯前一個小時 或者是距離上一餐有兩個小時後服用藥品 也就是說肚子裡面已經沒有食物的時候 那所謂飯後服用藥品指的是 跟著食物一起吃 或者是你吃飯以後一個小時之內服用藥品 也就是說肚子裡面還有食物的時候 如果你忘了吃藥 或者是你有任何用藥上面的問題 你可以到居家附近的健保特略藥局去 那邊有專業的藥師 可以提供你用藥方面的服務諮詢 謝謝我們的醫生幫我們做了詳細的說明 是啦 所以大家在吃藥的時候一定要多注意咯 好 那麼現在我們輸的這一組 因為他們是一百分比六十分嘛 兩位年輕人輸了 要派誰出去執行任務啊 他們要出來 哪一位 要去放風箏啊 執行陪我出去 這樣好了 因為我自己在美國沒放過風箏對不對 你沒有放過嗎 在台灣經常有放風箏 美國沒有風箏喔 美國有 只是你很少 沒有啊 沒有玩過 在台灣沒有玩過 那我帶你 對藥人來過經濟地主之以 美國回來的馬 我們其他人就閃人啦 我們其他人嚇完了啦 好啦啦 我們這個師兄弟的兄弟情深 還是要帶著王力宏放風箏去啦 加油 Let's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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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沒有想到王力宏跑得這麼快 旗下的風箏比較爛 因為鬚鬚比較短 可是沒有想到 他的風箏反而飛了比較久 Oh my god 加油 走 走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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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好棒 今天呢我們來這邊要來郊遊 今天 輸的人呢是王力宏 但是呢他的師兄非常的好心 就是台正宵 是啊 幹嘛啊 這麼好啊 很少放風箏 在台灣我們要進這個地主之一 是啊 你在台灣常放風箏嗎 大概有十年沒放過 好啦 那麼今天呢我們要進行的項目呢 就是兩個人要一起比賽放風箏 看誰風箏如果先掉下來的話 他就輸了 所以就要遭受到懲罰 OK 懲罰 好 OK 馬上開始繼續我們的放風箏比賽 完蛋了完蛋了 他有點搖搖欲罪 啊 真的完全掉下來了 哈哈哈哈 哇塞沒有想到王力宏跑得那麼快 其實他的風箏比較爛 因為鬚鬚比較短 可是沒有想到 他的風箏反而飛了比較久 Oh my god 好 三男女的勝負呢已經出現了 今天我們的輸家呢就是 嗨 這位先生你好 耶我是輸家 哈哈哈哈 現在呢我來為大家介紹我們今天的任務 就是這邊我們有兩個魔鬼終結者 然後來雨哈台 哈哈哈 欸你們兩位直拍得很厲害嘛對不對 對 對喔 哪有人自己說自己很厲害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呢要拜託兩位 今天呢請他們兩位來這邊 然後呢要請這個 台正霄你是輸的人 你要躺在那個地方 要休息一下 然後呢 你休息就好了 他們呢 他們這麼不看啊 哈哈哈哈 沒有他們倆要跳過你的身體 蛤 大家現在要小心 萬一這位小胖先生砸到你們身上 我想可就不得了 這樣 我勢必有放要講 你要說什麼 因為阿B啊他今天故意放棄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兩個都是輸家 一人選一個 輸家 我們一個人一個 哦 一個一個一個 你選哪一個 我選這個 你選小的是不是 他好 我冒險一點選他 好 那誰先來躺的呢 我先來 OK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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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正霄現在呢 先躺到地上 然後呢 馬上小朋友叫我來跳他的身體 為什麼跳得過呢 不知道 怎麼直接被自拍都點過 也不一定 哈哈哈 拜拜 七回一局吧 漂亮漂亮 這很簡單嘛 小胖厲害喔 好 等一下 立紅 來 預備 帥強 欸 欸 欸 你們覺得這兩個小朋友很厲害對不對 厲害厲害厲害 我們再一次好了 你們兩個人一起躺 要刮一個兩個嗎 對 欸目前兩位有沒有什麼話要先 向我們大家交代一下 媽媽我愛你了 哈哈哈哈 我快要發片了 還沒發 不要沒事 哈哈 不要怕不要怕 這兩位小朋友技術很好 蛤 什麼啊 我不知道 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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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